他拿走了 都站住 你手咋这么欠呢 把钱帮还给人家 不是哥们 别跟我关心事 把钱帮还给人家 我说你妈那小子吵死 拿出来 干什么不议欺负团 滚 叔 是您的钱包吧 那小偷 谢谢你了 谢谢 是我爸爸叫回来的 太谢谢你了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谢谢了 我告诉你啊 以后遇到这种事 你少给我多嘴 可是他都也以前包不对 那跟你没关系知道不 可是我们老师说 我们要见义勇为 行 算你说对了 可你刚才说我是你什么人来着 爸爸 我是你爸爸 喜欢我做你爸爸吗 走 你爸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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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你看是刚才 托爷爷前帮你去 快这儿 快快快进 进去啊 进院里 快进去进去进去 进去进去 进去进去 就是你管了闲事是吧 你吃饱了撑的 这儿是他刚打我儿子呢 那是他妈你儿子嘴欠 那你在这儿说呢 小孩嘛 得 废话咱也不说了 拿一千块钱 买个平安吧 没钱啊 没钱 没钱你他妈充什么老大 快 那这脚窜扯平了我啊 扯平 扯你妈了个蛋 没压你个白手 没钱 打架 别不看个地方 你一会儿打定打定 从这个门儿出来的人 哪个人的功夫 没有十年八年 来 是我 老师 走 四晚上出去看电视去 别到这儿给我搗乱 师叔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说 你是不是会少您功夫 差不多 那你能教我吗 为什么想学啊 这样就没人敢欺负我了 你小家伙想出去给我惹事啊 叔叔 想让我教你也行 你先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行 什么都可以 第一 你得听我的话 知道不 是 第二 不许哭 第三 不许出去跟人打架 你要能做到这三点我就教你啊 是 我得先考察你一段时间 等你这能做到了 我再教你 可是 可是啥可是啊 以后回答我问题的时候 说是或者不是 懂了吗 是 我现在命令你 不许在这给我捣乱 滚出去 是 大致 你干嘛呢 我在学少林功夫 你这就叫少林功夫 是啊 叔叔说今天教我少林功夫 叔叔今天哈 好 两脚就把两个叔叔给剃倒了 大致 闭嘴 是 你跟你打架了 哎 伤着了没 建议永违来着 就你还建议永违 咋了 真是建议永违 我这带孩子到菜市场买菜去 你小偷偷一大爷钱包 我当场给他摁住 把大爷钱包给要回来 那小偷啊 要找俩同伙堵头门口 要收拾我 让我三拳两脚全都扔关了 你笑啥啊 不信啊 请问大致啊 大致 过来 跟阿姨说 叔叔今天是不是找小偷来着 是 怎么样 哦 我接个电话 叔叔 你现在没事了 可以 叫我少林功夫了吧 别说话 我家里打电话 说我妈病了 喂 小偷 什么事儿 什么 妈病了 什么病 严重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那你在家照看好妈啊 好 我跟着就回去 好了 我弟打电话说我妈病了 还挺严重的 我得回去一趟 那这活儿有车吗 我坐夜班车吧 来 你吃完饭了走 回车了 我哪有心想吃饭了 对了 明天是星期六 你通知大伙休息两天 我爱有什么事的话 我给你打电话啊 行 等一下 等一下 干嘛呢 等一下 回去肯定能得用钱 把这卡拿上 密码是我生日 快 我回去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你记着你千万不能跟我打电话 我妈要知道我们俩在联系的话 那肯定对他身体不好 我知道 那我走了 路上小心点 有啥需要我 就给我打电话啊 知道了 来了 姐 这么快就回来了 妈 怎么样了 那里的呢 妈 财孟 孩子 你回来了 你干嘛这么着急 这么老晚晚回赶 等明天一早上 赶回来就行了 还没吃饭呢 妈姐给你做饭去 妈 你这干嘛呢你 怎么了孩子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哎呦 你干嘛又说妈病了呀你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 妈让我说的 怎么了 非得妈病死的床上 你才回来看妈一眼呀 我也没有这样说啊妈 哎呦 孩子 妈是害怕你工作忙没时间 所以呢 妈才想着这么一个招 哎 哎 你以为我是愿意 照顾自己啊 来 妈姐给你做饭 别生气了啊 来来 走 干嘛呢你 我看呢你 干非给我带礼物 我那么着急回来 哪有时间给你买去 没买就没买呗 你喊什么呀 好 下一个任务 给我倒杯水 要凉了啊 水也来了 行了 放上就可以自己玩去了 你还没教我少林功夫呢 少林功夫啊 来 少林功夫啊 得从基本功开始练 先从扎马步开始 嗯 对 腿分开 哎 蹲下 再蹲 手放平 哎 放平 好 蹲着 啊 叔叔 我坚持不住了 啊 站起来 今儿是练在这儿 过来 叔叔问你话 这儿来 我问你 你知道你爸是谁吗 你妈从来没跟你说过你爸 说啥 你爸他干什么的 住哪 我妈说 我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还有吗 还说 等我长大了 爸爸才回来 还有吗 跟没说一样 说再问你啊 你觉得采谋阿姨好不好 好啊 那采谋阿姨跟你妈比谁好 我妈好 妈好啥呀 往这往这一扔就不管了 这也叫好 就从这一点 你妈就不配当妈 知道不 我妈就是好 对对对 你看这采谋阿姨 又给你做饭 又给你洗衣服 还哄给睡觉 我就是采谋阿姨跟你妈好 我妈好 行行行 好就好呗 喊啥呀 去 新脸刷呀 睡觉去 好食用 paralel 好飞 坐 吃 坐 奥